天主 天主我的内心可护你 就像小路渴望清全 我的心灵可护天主 生我的天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圣众早安 我们今天我们纪念一位圣人 一位真女圣师 圣德兰 或是大德勒萨 她是阿维拉 在阿维拉出生的 在1515年出生的 从小的时候 她就很渴望成为一个圣人 是殉道圣人 从小她最喜欢的就是祈祷 最后的那一部分 从现在直到永远 她很喜欢这个 所以她每天她往哪里走 她就会从现在直到永远 我们就像那些小朋友可能走一走 一边跳一边那个 从现在直到永远就这样了 以后她就很想要加入一个修会 到最后她就加入了加尔摩洛 那刚好是在阿维拉只有这么一个修会 加尔摩洛 她加入了 到了修会 她就发现每一个修女过的生活 是非常非常好的生活 很舒服的生活 每一个修女有专属的厨房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厨房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客厅 所以有人来拜访他们 OK没关系 那他们想要吃什么 他们就可以自己煮 但是到最后她就觉得 这个是不对 那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改革 那这个改革的声音也到了阿维拉 那修女她就开始要更新 他们这个加尔摩洛修会的生活 但是她这样做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反对 我们就是过了我们的生活 是这么好这么舒服的生活 你现在要带来新的生活模式被拒绝 所以她后来她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加尔摩洛修会 就是没有穿鞋子的 对没有穿鞋子的修会 也是在阿维拉 以后慢慢的慢慢的 她就带领带动整个的修会 他们要走的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精神 那这个修会到最后 她又得到了罗马的许可 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学会 她死亡之后 大概三十年应该二十八年之后 她就被列为圣人 她跟圣尼那绝 罗友拉的圣尼那绝还有圣范基超略一起被选为圣人 我们祈求在天上的大德兰继续为真正的教会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心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可请终生同真圣物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Amen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祈祷圣神 吉利圣女得兰 成为大圣 使他为教会指示出 达到完美圣德的途径 求你赏赐我们 从圣女的灵修益讯 获得心灵的滋养 并借以燃起我们修得成圣的热望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望 Amen 公读圣保路宗徒 至恶佛所人书 弟兄们 我听见你们在主耶稣内的信德 和对众圣徒的爱德 便不断地为你们感谢天主 我祈祷时 祈祷时 祈祷你们 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 荣耀的父 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给你们 使你们充分地认识祂 并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 能认清祂招教你们来的盼望是什么 祂将分配给圣徒的光荣 基业是多么丰富 祂对我们全信的人 依照祂强大的力量 所显示的能力 是何等伟大 天主以这种能力 运行在基督身上 使祂从死人中复活 并且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超越所有执政的 掌权的 统治的和宰治的 以及今生来世 所能列举的一切明显 又使万有 臣服在祂脚下 使祂在教会内 做最高的元首 这教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的基督 所完全充满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你令你的圣子 统治你守的化工 上主 我们的天主 你的名 在普世和其美妙 你的尊荣 在天上 彰显闪耀 你从赤子入耳口中 取得完美的赞授 使你的仇敌 逆击消声 你令你的圣子 同志你守的化工 我仰观 你亲手所造的穷仓 你满步在天空的星辰月亮 世人算什么 你尽对他怀念不忘 人子算什么 你尽对他照顾周祥 你令你的圣子 统治你守的化工 你使他烧殉于天使 赐予他光荣和尊贵 使他统治你双守的化工 让万物服从他的命令 你令你的圣子 统治你守的化工 阿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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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主说真理之神将要为我作证 你们也要为我作证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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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得心命同在 共度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对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我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 人子在天主的十字面前也要承认他 在人面前否认我的 我在天主的十字面前也否认他 凡说话得罪人子的 还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亵渎圣神的人 绝不能得到赦免 有人把你们押送到会堂 官长和同志者的面前时 你们不要考虑要怎样身边 或是要说些什么话 因为到了时候 圣神必会教导你们 该说的话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免你 大家平安 在网络上有一个朋友 这是我们在神学院的朋友 但是他没有当神父 他就写了 他说没有犯过罪 他不是人 没有犯过罪 他不是人 如果我们看了看了 这句话应该是不对 因为有人的确也没有犯过罪 圣母玛利亚 那耶稣基督他也是真实是人 那虽然他另外一个也真是天主 他也是真实人 他没有罪 那我们就跟他讲了这样 他说我要查查 我应该说的是另外一个 没有生过气的 他就不是人 那这个就是对了 没有生过气的 他不是人 我们如果要回顾看看我们自己 在我们走来到现在到今天 我们应该有多少次生过气吧 我们生过气 但是你生气的时候 你倒恨别人吗 可能我们有恨 但是我们真正的恨 这个真的是 跟生气的层面 的层次应该是不一样 恨是你外在内在都拒绝他 这个人的存在 这个就是恨 我不要看到你在我面前 我连提到你的名字 我不想要提到 那别人讲到你的时候 我应该有小事 我应该要走 我应该要离开 我不要听 有人讲到你 这个就是恨 我不要你在我面前 我不要你在我面前出现 我不要你在我整个的生活上 灵在 这个就是恨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所听到的 耶稣他就讲了 他说 如果你们得罪我 没关系了 你们说了什么话 你们生我的气都OK了 就是没关系 生气都是别人都会做 但是我告诉你们 经告你们一件事 你们绝对不要亵渎圣神 绝对不要亵渎圣神 如果你们亵渎了圣神 你们的罪得不到宽束 我们的罪 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回到天主面前 承认我们的罪 这个是OK的 但是如果我们亵渎圣神 那我们可能就会问 亵渎圣神到底是什么 是怎么样的做法 我们才算是我们亵渎了圣神 耶稣讲这个 亵渎圣神 前面 上面 我们如果要看上下文的话 前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法利塞人 金神们 犹太人的领袖 我们来到耶稣跟前 就说 我要告诉你们 耶稣所做的 他所行的奇迹 都是靠谁 是依赖魔王 贝尔兹布而行的 这个是魔王所做的 那耶稣就说了 对不起 你们说我是依靠魔王 如果我说 我是依靠天主的手指 行事的话 你们会说什么 他所做的是 依靠天主的能力 是天主透过圣神 在他的身上行动 所以拒绝耶稣基督 所做的一切 说这个是 我们否认 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 说这个是来自魔鬼 来自什么 这个就是 亵渎上神 那亵渎上神 就是否认 否认天主的领在 否认天主的话语 是每天像我们说的 那我们的否认 不只是外在 我们说我们否认 也是从心里面 内在的否定 我们拒绝 拒绝接受天主的领在 拒绝天主 在我们的生活上 所显现的一切的恩惠 这个才是 亵渎圣神 我们回顾看看 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是否在 我们走这条路 我们是否有这样做过 我们否定 次第的否定天主呢 我不会相信 可能我们就是 对天主有一些的怀疑 但是我们没有说 我们到 那个那么 彻底的否定天主 我们看那个 约伯 约伯 他看到了事情 发生在他的生活上 他对天主有一些的不满 他又抱怨天主 也甚至就说 为什么天主 你让我活着 他有点生气 但是这个不至于 他到很彻底的 否定天主 我想我们可能也 会对天主有一点的不满 但是我们没有 很彻底的否定 拒绝天主的领在 天主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工作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意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 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笑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武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阿弥陀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由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姐恩人 身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阿弥陀世 是先大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坚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弥陀世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弥陀世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弥陀世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弥陀世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终于使一切基督徒所向同一步伐 并使稍微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了你来这里其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星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共享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你诱惑 带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和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旅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最后一?",zo meters 碎 dear 祈祯 祈祢 生日 filled out塞 on the felic 可惜他是爱贤明 老骨中他是安排